2014年乌东马航空男确定遭俄军飞弹击落 马来西亚航空MH-17航班2014年7月17日在乌克兰东部上空遭击落 路透24日报道 负责调查这起空男的检察官24日表示 他们确定客机是遭来自俄罗斯军队的飞弹击落 空男发生于遭亲俄分离主义民兵占领的乌东的区上空 298人死于空男 三分之二乘客是荷兰人 客机是遭一枚俄制飞弹击落 荷兰国家警察犯罪小组负责人波利森说 飞弹是从属于俄国的第53防空旅的一个车辆发射 他在电视记者会中说 携带这些飞弹属于同一车队的所有这些车辆 全是俄国部队的一部分 俄国始终否认与空男有关 在这项交代空男最新调查进度的记者会中 检方表示 嫌犯名单人数有上百人 他们已减少到数十人 虽握有许多证据 但尚未完成 首席检察官维斯特贝克说 他们还没准备好公开点名个人或针对个人提出告诉 仍需厘清这些个人是否为主动村与基洛克基 他呼预目击证人 包括民众多多提供线索 协助检方确定当时下达的命令是石膜以及何人下达的命令 由澳洲、比利时、马来西亚、荷兰和乌克兰合组的联合调查小组正搜集这起空男的证据 以立进行刑事起诉 名字附计刑事起诉 协助检查 孤百正确的钱 óg竟 Beam